前行者讲述了培如海叛变 导致上海战损失惨重 马天木同志为了完成最终任务 跟日本人斗智斗勇 最后粉碎日本人阴谋 拿到忏悔陆的谍战故事 这部谍战剧即将收官 剧中的几大反派的下场 一个比一个惨 其实戏数下来 陆友祥被马天木杀两次 于独醒被一子唐贤平暗杀 除了这些 还有剩余的五大反派结局 也是下场悲惨 第一位 陈亨里 在剧中第39集 陈亨里就已经领盒饭 这个人只有小聪明 终究死在了自己的小聪明下 马天木借陈亨里的口 挑拨培如海和日本人的关系 最后让他们在无疾寺自相残杀 培如海无奈杀了日本人跑路 陈亨里被马天木炸死 第二位 陆仪 在剧中陆仪也是在第39集中下线的 这个日本特工的下场也是很惨 而且死得更可悲 在他们面前演了七年戏 到头来反而所有人都在跟他演戏 最后还被范逸亭戏耍 到死都没能得到忏悔路 真的是死不瞑目 第三位 陈亚海 在剧中陈亚海应该算剧中最大的反派 几次都让他死里逃生 仿佛跟男主开挂一样 不过这还多亏他的逃脱之术 最后被迫投靠唐贤平 帮唐贤平抢忏悔路 被马天木骗到水牢中嫩死 这次陈亚海的逃脱之术 恐怕也不管用了 陈亚海的下场真是比其他反派还要惨 最后还是被马天木算计 还要被马天木狠狠地羞辱 故意羞辱他最得意的逃脱之术 让他活活在水牢中憋死 才是对他最大的羞辱和惩罚 第四位 反锦英依 在剧中这个日本最大的反派反锦英依 想必结局也没有好下场 最后没有拿到忏悔路 想必也会被受到上级的处罚 不是被降职就是要欺负自尽 还有可能最后会被马天木所杀 第五位 唐贤平 在结局中 唐贤平拉拢陈亚海 要一起对付马天木 抢到马天木手上的忏悔路 可惜 忏悔路早已被马天木转移走 交给了上级 唐贤平最后一无所有 还搭上了陈亚海的命 唐贤平结局最大可能会被洗白 最后才会幡然醒悟 发现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 加入地下党 跟马天木一起并肩战斗 这五大反派 下场一个比一个惨 陈亨里被马天木设计炸死 路易死得太可悲 陪如海死得最惨